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吴大一教授 在一次健康论坛上这么说 活不到90岁那是你的错 活到90岁听起来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如果按照生理学的原理推算 人的正常寿命是120岁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中导洪博士也曾经指出 许多人不是死于疾病的 而是死于无知 生活方式导致的疾病是人类的第一大杀手 而健康生活方式是预防疾病最好的方法 那么怎么样才能健康的活到90岁呢 心脑学官专家胡大一送你六句话 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百步 并不多 走路是中老年人运动的最好的方式 不仅简单而且经济高效 而且是一种有氧的运动 并且运动胡大一说要记住13574个数字 每天至少一次运动 连续运动不少于30分钟 每周确保5天有运动 运动时的心率为170左右为1 第二句就是保持肌肉感且少盐 饮食呢 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控制八分饱 每日的食压量呢 不要太多啊 少吃超市的熟食 以免摄入更多的盐啊 多吃蔬菜 五穀杂粮 第三句呢 牢记健康密码 胡大一推出啊 12080650268 制作号码 只要记住这个号呢 未来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几率呢 就会降低90%啊 12080呢 是指血压控制在120到80毫米拱柱 六呢 是血糖值要小于6毫米每升 五呢 是指挡沫存小于5毫米每升 零呢 是指不要吸烟啊 268 则代表身体的体重啊 女性腰围呢 又少于两尺6 男性呢 小于两尺8 第四句呢 水一定要多喝 每天保证盐水呢 是自身的攻击数 乘以40毫升 合理的喝水方式呢 应该是少量多次 慢慢饮用 不要等渴了 再喝水 第五句呢 一定要戒烟戒酒啊 要想活到90岁 就不要吸烟 如果戒烟呢 可以降低36%的 心脑血管的死亡率 酒呢 不要喝啊 第六句话就是 四点感悟 平衡心态 一呢 要健康愉快的活着 第二呢 是抓紧时间 做正确的事 第三呢 是要为成功 想办法 不为失败找借口 老是怨天忧人呢 过得他也不愉快 第四呢 是名利不一定重要 是可而止呢 是最成功的 可见呢 运动加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心态 是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 看到这里呢 转发给身边的家人朋友 温度老张带你早先健康